介紹一下你的影片 張教授現任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 留院中官講經濟學講習教授 北大市場網絡經濟研究中心 農任中國企業家論壇的首席經濟學家 他於1990年在理大學 城市中年經濟學家 整個鎧北亞會堂組 James Mellonis 產業組學家 Donard Kaine 並且以優位的指引級 獲得國事學位 1994年後 張教授參與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前身 也就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立 是六位聯合創始者之一 首席曾經多年關任過 北京大學網絡化學院的院長 經濟學教授 同時兼任會對 國家著名大學的教授 和北京天泽經濟研究所 中國經濟體育改革研究會 和北京大學現代工會 和北京中心等一個基礎研究員 他是國家第二年期間 改革諮詢委員 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 管理學部專家分身委員 國務院國家省區 是改革專家委員會 也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 管理學術部專家委員 工商科學部處長 張教授是 為經濟研究 Generative Structuring Violence Economical Violence 和China Economic Review Management of Necessary Review 雜誌的 為了貨物會 張教授在中國經濟學界 以產業組織 和企業企業理論方面的研究建設 是國內最早提出細工 論雙軌制 經濟改革思路的宣傳 助於國內的企業理論 和公司治理論 各方面的多部學習的工作 張教授 有關中國經濟改革 和社會發展的觀點 經常成為 美景關注的焦點 他與2012年獲得 中央電視台中國經濟聯合人物 2012年獲取中國經濟經濟改革委員會 改革經濟30年 2011年 應對雙維持價格改革的理論 是國內的公司 融獲第四屆中國經濟聯合人物 的創新家 並獲取一個 2011年中國全面小看接觸公信 所以在各方面 表現的非常有趣 所以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大家 掌聲 好 首先 謝謝林院長 邀請我來 澳門科技大學 和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官員 謝謝林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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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整基督很緊急 那我们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过三十多年 直到这个七八年到2015年的话 在大陆中间我们波动的平均的速度是一够高 然后看到近年来 特别是九十一代之后 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于九十一代之前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特殊五六年 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 那么经济增加速度了在这里下降 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就说这就是一个趋势性的下降呢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下降 那如果是趋势性的下降的话 那又有什么 它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散开到过去三十年 那种百分之九啊百分之十那样增加速度 我们这也意味着嘛 我要保持一定的增加速度 或者死的这个下降不太大的话 我们最先可能要最先 之后一直有正常 symptoms 平时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共军居 通过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阵战之后 我们的后悟优势在好几个 打一个比方案件 就是一个小出生 他不好好学习 突然之间开始 一直到这个不好好学的后果了 开始抓了 所以他从不及格 一直到考的60分 及格70分 80分 90分 好像也很厉害 到了90分之后 再有完提一分 都更生产的功能 就是你努力 你难办 从我们意见到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30级就处于一个 在跟发达物件 运达的差距的情况下 我们很快就会 通过高速增加 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 那现在就非常难闹 对这个国人 永远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转败到 9%的责任速度 如果认为要高速增加 那个速度 那可能是再担心 后果会更严重 为什么呢 跟第二个周期性的 因素有关 简单地说 周期的因素就是说 我们特别武器 过去这两年 经济面临着的困难 那么就是2019年4号 我们实行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刺激政策 那这个刺激政策呢 导致大量的残破身 那这些呢 这个厚度 仍然非常非常的严重 并且呢 我认为靠 这地方货币政策呢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图了 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过去这个三十多年 我们教育者体质的转型 我们的高增加是一些体质的转型相关 就是从计划经济 转向生产经济 现在中国厅界面呢 另外一个转型呢 我们就要增加方式的转型 这种从依赖于 配置效率的增加 就要向了 依赖于创新 虚众的增加 那这个第二个转型 其实还没有在这个开始 那我刚才讲的 从局势上叫做 第一阶段 伴随着高增加 一下子比较容易 第二阶段 增加方式的转型 它可能会面临着 更大的挑战 那无论是 第一阶段 的体制转型 还是第二阶段 增加方式的转型 核心的因素呢 是企业家 是企业家精神 那这个呢 我今天呢 要报告给大家讲 那再来 我要回顾反正 我现在目前 要关闯了 中国经济的一些 理工模型呢 基本都是有问题的 那其中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 媒体啊 或者甚至经济下的转型 大家讨论转型 到外面上 来投资卖种电话 出口卖种电话 消费卖种电话 等等 那这其实背后呢 就是西方经济学 达成主流行 发展的两个基本模型 一个呢 我们叫 新国家的增加主义 第二个就是 坎诗主义的经济理工 新国家增加模型 那也是我们现在 谈的主义 共济测的 方面的问题 坎诗主义呢 是徐秋测的 方面的问题 我说他们两个 都有问题 外面 新国家增加模型 大家去过经济学 都知道 经济增加依赖什么 依赖一个要素 劳动力 资本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 就是继续进步 那么在进步性里边 继续进步都是外伸的 所以增加的机制都变得 所以说我们怎么做 这个增加出品 特别人均收的 要增加的话 也能与人均资本的增加 那这就是说 我们过去讲的 建议 从五十年代开始 我们政府就不断的 要提高建议 建议的 工具老师提高增加 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 那当然 就是说 谁投资 比投资的多数更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 从这个模型来看 投资的数量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这么认为的话 我们说 既然投资的数量更重要 那么因为政府的力量 一起投资 那我们就可以 维持了分化的增加了 那我们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政府的好多数投资 其实短期内 就是它会创造一定的产数 但长期来看 它好像是没有效应的 那我们这边 需要的是企业家的投资 是真正的思想当中 要判断未来 判断消费需要什么 然后才能够创造什么 那这才是 Finger没有这样的投资 那我们现在呢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其实也不能快 犯进来的错误 就是如果我们忽略了 企业家的改成作用 那我们以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 无能什么是去产 去干杆 这些 去库主 其实都会带来一些什么 带来一些 不健康的 不经历的后果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 凯生主义经济学 那凯生主义经济学 我觉得它更荒唐 就是我们现在的 需求经济学 那为什么荒唐 但是中国呢 不大叫做 有些说三架马车 三架马车 三架马车 就是消费 投资和出口 出口 出口就是进出口 那 然后我们的统物经济增加 就经常说 大家看明年 就是明年的增加 明年投资会多了 消费会多了 出口会多了 如果我们觉得 投资不行 或者出口不行 我们能够出去内市区 就是内部消费 来凑生 来凑生 那为什么 我说这个 理由它是错的了 因为它是他们好多的 本部官方的 关系给电脑 反正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新国家的增加率 投资是为了什么 投资是为了提高 未来的生态率 也就是提高 未来人中的产生 但是按照产生主义的理由的话 投资是为了什么 投资是为了 创造 单年的需求 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理由 不论这个投资 有没有效果 它都可以创造 单年的需求 那就可以说 我们很多的政治事务 与这个制造事件有关 像我们有些 中国有一个审栽 它当年的投资了 它就重现 它已经超过了 就是GDP 因为你谁要投资它去 但你就算GDP 但是这个投资 它毫不够了 我们不去考虑 第二个毫不够是消费 我们人民生产本来 是为了消费 但我们现在这个理由 消费变成一个手段 一个工具了 我为了增加而错消费 你几年前 中国政府实习的这个 间接下的研究 为什么 会有没有保持增加 要保持增加的话 那我们就要出去消费 因为我们吃饭 我们穿上 为什么 为了保持增加的速度 那这个当然 大家进来就会 更荒唐了 我们一次中继的消费 不是手段 消费是目的 如果我们不消费 当的是手段的话 其实就是 不是人本人当的手段 那这个我觉得 不是一个正确的 合理的经济政治 需要追求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我们家的出口 出口就是说 一个国家 出口大量进口的话 它的经济率增加就是正 如果出口大量 小于进口的话 那么 那么 有负责就是负责 第二个国家 它出口一百万美元 进口了九十万美元 我们算一下 它有十万美元的送差 这意味着 它出口贸易的经济 这是负责的政治 但是这个国家 出口一千亿美元 但是进口了一千零亿美元 贸易是逆财 那么它进口就是负责 那么它进口就是负责 这是负责 这个对不起 我们的原来曾经专家 我们曾经就这样 这个邱小八仙人在这儿 我叫你们看 编一个三大石球队文化的重线 对吧 那个你看 每一个物线 每一个多是多是多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的印在什么地方 是吧 按照这一块 它波动化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你看一块都振的一块 它经济不怪 这也要突然的去变化 当然了 我是觉得我们经济学内容 提供的一种思维方式 它这种思维方式 我觉得是有问题 从这个角度 是我不断地在关注特别短期的问题 我经常看到投资银行 或者经营机构的一些经济学家 或者这些税油 我怀疑我们 你看 三教授 你认为下击一步 中国经济坏 坏坏坏坏坏坏坏 是吧 我说我怀倒不上来 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 来短期这些数字 似乎是其中一些数字 但这些数字 不及过认为因果关系 它是告诉我们 结果而已 由于统计从来 对于《统计》是如果统计 所谓所以 ôngces少版统计 我也中 Scotland 可以划约竟在这些三部门 但是这些三部门 本身不构成 理解经 Conseller 政策的原因 我 believe 这个最需要注意 其实我刚才提醒 我们一般理解经统的 增加 这个 那我就要提と 自己认为 什么是一个合善的 好的理解 对于经济增加的模型 我认为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真正的经济增加里面 都是有关企业如何创造 如何创新的理由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 亚当司令和兄弟特 我才结合出来跟亚当司令和兄弟特的任何模型 另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说这样 其实很容易一点 我现在大部分人知道亚当司令 但是并没有很多亚当司令都不服务 我现在仍然建议大家一会儿看看 不仅是经历 留意他的经历而多 留意他的思想 对我们今天仍然要好多的启发 甚至比我们现在学到好多最新的理工 我们还要好多 亚当司令的模型 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点不一样 一般的经济增长就是经济性的增长 经济发展的内容也有很多 包括你是不是有新的产品 包括人物兽力 生物的质量等等 包括我记得不足那么多的区分 所以我们简单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 那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技术进步 依赖于创新 因为只有技术进步和创新 在他们每个人的生产有提高 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老公工工专业化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有封空工的专业化 每个人只赐一地儿肆 那他才能准备更好 并没有她能hesfor 想新的房坠 那就是改进去 因为没有封空工事有害 是不可能有 effing进步的 所以人类为什么几千年来 经济很快 因为几千年mente皮肤 没有什么这么多工工 为什么过去两百多年 thriller 大概这么快,就200多年,有了市场经济,从工不断的升华,包括铁销化,过去半个世纪。